早餐孩子想吃小籠包,别去外面买了 教你在家简单两步就搞定 蓬松渲软,鲜奶油多汁,全家都爱吃 200克面粉加2克酵母粉 3克白糖,促进发酵 再加入140克的温水,30度左右 搅成一个比较粘稠的厚糊状 表面配入少许的湿油 用手给它整理一下,防止外皮风干 盖上一个保鲜膜,密封醒发至两倍的 准备400克肉馅,加入30克葱姜汁 用筷子搅拌均匀,使葱姜汁充分的吸收到这个肉馅里面 小籠包好吃的关键就是这瓶馅料调味汁 400克肉馅只需要加入40克这个调味汁 其他的料都不需要加了 用筷子搅拌均匀,使肉馅充分的吸收料汁 一直把它搅拌至上劲即可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去向灯兴 淋入少许的小抹香油 加入一把切好的葱花 拖上热油,激发出苍苺味 搅拌均匀,我们的馅料部分就制作完成了 先不要着急包 放冰箱给它冷藏30分钟 面团发好了,看一下满是蜂窝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面片上面多撒适量的干面粉 不用揉,直接把它整理成长条 再切成大小等份的剂子 取出一个剂子,不用擀皮 直接用手给它按成一个圆饼状 放上馅料,按照自己喜欢的手法给它包起来 好不好看,无所谓 只要里面的馅料好吃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小笼包的生胚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摆入笼屉中,放到温暖的地方,醒发10分钟 然后上汽计时,再蒸12分钟 小笼包蒸好了,看一下 恒松又渲染呀 不破皮,也不露馅 拌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真的是鲜的又多汁呀 尝尝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用揉面,不用擀皮 几分钟就搞定 自己在家做,干净又卫生 比买的还香哦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做给姜云尝尝吧